趙玉内的通神是汗啊,才一拨马奔太平府的大陆下来,这几个人紧追不舍啊,就来到太平府 咱们单说铁枪将趙玉,来到关前,八马带路,开城!开城啊! 城上都是元兵元将,往下一看,有认识他的,有不认识他的 我,我你不是金鸡岭的山寨吗?铁枪将趙玉吗? 啊,不错,正是在下,我要求见大帅华面阎罗李信 嗯,你等等啊,有人道理的给李信送信 咱们单说画面阎罗李信 您就听这外号,叫这人,这能力就够大的 属阎罗的,这个阎就要命了 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一千五百斤的力量 跨下马,掌中五股烈烟喵 在南七省跺一角,长江水倒流啊 有举顶跋山之力 就由于他脾气太暴,得罪上级 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讲的讲大不小 他当了个太平府的官 实质要论能耐,论涛料 那何止是这么个元帅 他心里也不服气 就连那金灵猴赤福燕兽那么厉害 他也没放在眼内 他还有个亲兄子 叫死灭阎罗李刚 这俩阎罗 手下还有四元大将 怨亭彪,怨亭海,怨亭山,怨亭兽 叫怨氏四邦 金银铜铁四条大帅 这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 另外花灭阎罗李信 手下还有五万军兵 这家伙也是野心勃勃 总想干掉特殊的 将来营阳四海 压过金灵猴赤福燕兽 总认为是大财小用 取了他的材料 他拉拢这铁枪降赵玉 哎,就包括这成分 今天有人向他一报告 说赵玉求见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回头跟李刚商议 贤弟 你看这怎么回事 哥哥 哎呀,这赵玉 可不是一般的人哪 先别开城 问清楚了 再把他放进去 我也那么想 来来 代马上枪 李信李刚 带着院士四盟 联兵五百 来到南关 顺着马道上了城 哥儿两个兵马提示将 往城下看看 一看赵玉怎么这么惨 单人独马 窥歪夹夹些 满脸的尘土 汗竹子往下之敌的 一看这凶仆子 一起衣服 遇上什么事呢 花灭言论 李信就问 下面 赵将军吗 铁枪这样一抬头 啊,不错 正是赵玉 元帅开城 我有急事跟你们商议 别着急啊 你没听说吗 那个反叛朱元帅 就在乌骨关 离我可不远哪 我稍微有点疏忽 官口就难保 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有话这么说不一样吗 出什么事了 哎呀,元帅啊 您当初给我写过一封信 元帅叫我立点功劳 我就按大帅的指示办事 我呀,来了个冒名鼎屁 我要装长玉春 这些法没变灵啊 将看出来了 现在面对我上天无路 陆地无门 但是在这机会 我也想了个办法 我把那常玉春 胡志海 还有年轻的小伙子 主要的大将 都引到太平府来了 大帅 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 这,来了,你看看 说着话 赵玉回身往后一尺 就见沉头大旗 胡得海命不够 粉纳大胡得计 全赶到了 常玉春也来到了 赵玉下着他马上直奔 元帅快开城他们抓我 李信李刚 远世四红 往外看看 就见李信鼻子刺你闪火 哼 赵玉啊 你纯粹是酒囊饭带 压砸的肉军 吵着你是个英雄 你什么不是你 他把你吓的那个样子 陆路之辈 何足巨烟 你料等片刻 看本帅怎样追回他 画面言罗李信 分不一声开国落索 帅领人马杀出城外 他这一出来 还原黑太随 常玉春 把掌中大铁枪击 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为什么呢 人单是乎 你别看 你别看又有宁波标 又有粉哪吒 胡德记 还有胡德海 后边的兵将多数没到的 众瓦不敌 也能疏忽大意 再看几个人各清兵刃 把阵士拉好 就将画面言罗李信 把战马带住 一晃掌中 五股烈焰苗 要 对面的黑小子 你可是常玉春 六爷点头称师 不错正式摸下 你快把那个贾常玉春 铁枪将赵玉交给我 咱们一笔勾销 没有话谈 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眩 恼一恼 杀尽太平府 杀你个鸡鸭不胜 鹅犬不溜 哈哈哈哈哈哈 姓常子 你真不怕疯他 扇了你的舌头 这个活人把你灌的 我早就听说了 你这个人很了摆的 一出世 乱尸山七雄结拜 棍打狮蛮王撒目野汉 马踏五克厂 枪瓢公愿枪 力胜十节 丢斗四中袍 跳台救群雄 张义门 张义门利 托千金啊 大战 卢沟桥 马踏梁江线 摔死金头王 碰死银头王 又听说 医生 大山口 枪条铁花车 威震乱尸山 人中肉脸的事儿 你姓常的 算拔尖 不过 你没遇上我姓李的 你要遇上我花面眼罗 你长一春也不能这么露脸 哼哼 今天天一该着啊 你送到我太平府的门前来 小子 你这脸就露着头了 我让你在描下做鬼 那李信说着的 双脚点凳马往前 嘴哼一晃裂 烟鸟鸟 分心就刺 长六爷并不大话 在部下晃动大铁匆 是揭甲相昏 因为常与春那马 盔甲 都将赵玉给骗起来 现在没有办法就得在部下 常与春能的是大 可有那么一句话 大将乌马 如无双腿啊 这就显着不那么灵修了 尤其大铁将也长 使这也笨 无心中给六爷增加了负担 所以跟花灭盐罗李信 把那个四军力敌不分上下 令罗彪在后的一看 恐怕兄弟有失 出一马骨枪前来助阵 在李信的背后 就是傅元帅 辅念阎罗李刚 李刚一看 大吼一声 行命啊 休要仓皇某家等你 再看李刚双脚点凑马往前吹 也要晃动烈颜苗 过来挡住命波标 两个人就站在一处 感情的李氏弟兄 不光是吹 确实不含糊 烈颜苗上下翻飞 风雨不透 跟命波标一伸手 分不出输赢生败 老虎在后的一看 我我 被吵着了 卖不了的书该戳着 那那行 要 等 而等休要仓皇 胡大还在此 是 崔战马晃大铁江前来助阵 在李信和李刚的背后 有院士四马 嗯 这四个人一看 大半 再看这几个家伙 催动战马 轮动大树 来战胡大海 粉得扎胡得记 恐怕爹爹有个差错 晃七宝独中山也来助阵 胡家父子 急住院家四马 你 杀了个难解难分哪 咱这么说的 在太平府的关前 就好几顿了 他们正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 哎 小子 顺着大道 来了一辆车 这车 这车是一辆罗车 车老板在车员那坐着 晃动大鞭子 车帘放着 满车上挂的都是尘土 在后面还有一辆平板车 拉着箱子 行李 各种家用的东西 有那么五六个家人 批刀步行 在这压护着 在车子前面 并排有三匹马 马上端坐三元小将 逃一个 长得是面白如玉 软包巾 剑袖袍 腰中横线 手里踢着马鞭 鸟吃环得胜钩 挂着素拨亮金圈 跟炎娃娃一样 也就是十五六岁 下锤手有匹黑马 马鞭桥做这个小孩 画跟大煤块一样那么黑 面如宾州铁赠铭刷量 头上戴着酱紫色软包巾 身穿剑袖 腰杀装带 蹬着一双小靴子 鸟吃环得胜钩 掛了一条铁枪 手里面也拎着马鞭 唯独正中央这小儿 长得就难看就崩皮了 跳下马来 身高不足无尺 长得是骨瘦如柴 小细拨大脑袋 还是饼子脸 要从侧面一看 这鼻子都看不着 哎呀 咋的是斗鸡眉 这对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这大眼睛好像扒着皮子鸡子 小眼睛比香头能大到三圈 小大鼻子 微微有点小鼻子头 四方的鼻子眼 眨得鲜鱼嘴 嘴角往下当了 嘴里头 一嘴顺半牙 那脸上 还有那么十几个浅白麻子 在马上骑着 好像猴旗落腿一样 头上软包巾 身上也裴着剑袖袍 可能这人高兴啊 还穿过夹袖 怎么回事呢 在胸前 还当着一面 护心意 良善战群 一片在前头 一片在后头 好像那屁股帘子差不多 可这个乐的 不过这个人比很难看 在肩头上 扛着一条特殊的病人 叫羽王神朔 身上鞋背这个牛皮口袋 在口袋里头装着一件宝 叫龟背五爪金龙抓 来的这是谁呀 可了不起 这是明英烈这套书 主要的人物 长得最难看这个 名叫慈雄雅 长茂 那小白脸 名字叫长盛 那小黑脸名字叫长林 车里面坐的非是旁人 这是长玉春的媳妇蓝氏 后边都是跟着十女仆人 咱们前文书说过 长玉春在怀远县招亲 把之前蓝玉的妹妹收作夫人 那时候就三个孩子了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长盛长茂长林 后来刘伯温先生给送信 查卫春二次出世 一声炸山口枪条铁花车 又归了异军的队伍里面 咱们说书是快 实际是慢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三个孩子也一长大成人 蓝氏夫人在怀远前 天天惦念丈夫 当武将的不容易 就等于那脑袋 拴着裤腰带什么样 出生入死 朝不宝夕 你知哪个战场把命扔了 所以夫人心都提着嗓子眼儿 但是身为夫人还得料理家务 教育子女 眼前的傻孩子不得教育吗 大儿子长盛 知书总理 性情温柔 随蓝氏夫人 不敢惹母亲生气 叫干什么干什么 书也念得好 武艺也念得经 老三长林 性格有点随长玉春 闷痴痴的 不爱说话 你别看那样也不敢惹母亲生气 叫干什么她也干 最使蓝氏夫人操心的 就这二儿子长茂 就这一个眼大 一个眼小那位 长得缺德呀 一肚子顾顾须须须儿 你说什么她都不听 你叫她上东她飞上西 你叫她打狗她飞马鸡 当老人的就怕这一手 要说把蓝氏夫人气得乌之苦啊 指着长茂就说 孩儿啊 你等着 将来见着你爹 我非告你一段 叫你爹狠狠地教训你 所以那夫人就不能打她吗 哎呀蓝氏夫人 太慈善了 性情温柔捨不得她孩子 你别看长茂那么气她 她顶多哭哭就到头了 要不怎么叫 慈母严妇 当爹的一般都是厉害的 后来跟哥哥来玉一商量 是怎么办呢 如果把这二儿子惯坏了 将来见着丈夫长雨春 也没法交代 蓝玉说这么办 孩子不小了 给她找个老师 请个专管 你看咱自己教育 她不怕 要请了外人 她就拒着一头 蓝夫人一听也有礼 后来就请了几位先生 有教文的 有教虎的 哪个也待不住 只多住三天 就叫这茂太爷给走跑了 老师受不了这窝囊气 尤其长茂这小子 虽然十几岁的孩子 比例过人哪 你要叫她掐你吧 不是骨环错了 就胳膊凝尖 最少得轻那么一块 要叫她倒你的一拳 啪啥月都起不来 谁愿意得不了多少钱 把命再大声 所以前后就辞管不做 哎呀后来把蓝玉急的也脑子疼 请谁呢 完了这孩子算一碗到底了 哎那一天太巧了 门前路过一个老者 这老者走到拦截门前抬头一看 墙上贴着一张约请单 这个老蓝玉急写的 邀请专管 这老先生看了看条件 心满意足 就问 说这秦老先生这个事 跟谁 谈那件事呢 家人说跟我们说就行了 老爷子 您乐意当庄管老师吗 啊正是 哈哈 我就乐意教孩子 那么既然说你们聘请庄管 我倒想到一件良策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